好 各位 接下來的集團團是趙布施 以及SH48趙悅 來 哇 很果斷啊 不練過呀 這太果斷了這個 現在這個分差34比27 然後看一下海塔的這一箭 小玥 哦 要噴過 哇 不想上下 不想上下 哈哈 誰說女子不如男孩 對 還是一箭決勝組 跟上次一樣 哇 這個 也是不能低於七環 精彩就精彩在最後 對 好厲害啊 一箭決勝組 對 跟上一組一樣 不能低於七環 但是呢 就是現在應該是 趙露絲先 射這一箭 沒錯 就是到底是給對手壓力還是給對手減壓 就看你的成績 你打得太爛 減壓也是一種壓力 那邊萬一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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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 你說你也打八環 那麼下一箭非常難追了 哦 對 哦 哦 有有空間 六個 就這個壓力是屬於不大不小 五環吧 五環還是六環 五環還是六環 六環還是三十五環 我們來看一下還他 四十三環 不是低於五環 潛力還拿 小玥 打五環就打平 進入加十賽 我覺得他來個加十好不好 他的招式還挺挺穩 哇這麼快 哇 好像是五環 五環 五環 加十 加十了 哦 很精彩 哈哈哈 加十 他是故意的嗎 這是要把比賽弄得更有全面 這是白水 那按照比賽的規則加十到底是誰來打 這個可以隨便 他們可以隨便 就是我其實這個規則 我覺得也是要商榷啊 就是說咱們隊員裡面可以隨便選一個人出來考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還想看誰誰誰誰誰誰誰對別的 這隊伍裡面肯定派他們認為 實力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實力最好的就是兩個姑娘 哈哈哈哈 最穩定的 你來看一下他們 好 現在 好 我們現在成績是打聽 我們要等待裁判組 確定剛剛那一支不確定的成績 對 裁判組現在 確定往加賽 對 確定加賽 在投票 если 我們要先描述 是 我們要先描述 這支優勢 我們要先描述 加10我刚才看啊原则上就一件好像就一件就一件 对吧 采访说就一件对 一件就是重生过足球里面的突然死亡啊对吧 这一件 点球 前例海塔我倒觉得可以派姚池上 我也觉得因为他发挥的上对稳定 对两个姚池的这个动作啊稳定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一选手 一选手 这五个人 我看来是他们派出了朱建平应该是 啊当然这个时候啊都正屏上了 哈哈哈哈 没有派出 这个时候呢 迟了比如说领队啊 也有运动员 他认为这时刻我的信心特别好这罚点球也是 对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教练说你来访他说教练啊 我这个时间有点处 那这时候有的队员就说我来就派出骑兵 对 看朱正廷 加油 这一家都是 这一家都是 海塔的 这一家都是 海塔的 海塔的 最后的 最后的发光神的 以后的来看看 他们两个表现怎么样 压力还是有的 四十比四十 现在水母队先发 再准备一下 来看这一件 靠位不错 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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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环 七环 好 哎 有点不错 四环 其实准备分现在应该是八方水母领先了 对对对 但他只有一件的 最高的 还要不要 对对对对 特别的军场啊 对很四纪 这才是竞技体育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想不到最后分不出胜货来 对对对 无论是球类运动或者是 各项运动 看来你们两个到演播室来啊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这比赛你还有延长 哈哈哈哈 没有刺激 通过这个竞技图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进入到决赛轮的是硬而松鼠 对战 咱俩人家 就是特别的精彩 这也很有意思 你们两个的战队 那都输了 但是你们两个战队没输啊不用打最后一轮并列季军啊也是有成绩的啊 为了 提高了比赛的观赏队 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到 决赛当中啊 直接进入决赛 来看一下 决赛的规则 是每人两只剑 是每人两只剑吗 决赛 每人两两只剑 一人一剑交替法式 参与 我真是想 好 好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决赛 对 那决赛的规则 每人两极剑 一女人一剑交替发射 根据每队六剑总分决定冠军 前三剑环是领先的组 优先选择后三剑发射顺序 好 比赛还是蛮有意思的 太有意思了 就是你前三剑打完 你就有优势了 你到底决定你先打还是后打 这个先后顺序也是决定比赛结果的一个 特别重要 发光水母最后 帮助发光水母打加赛轮的是 李全哲是吧 李全哲是那个卓下了他们的 胜利 加赛的是那个赵路斯 就是打平的嘛 这是发光水母最后一剑是谁设的 李全哲 应该是全哲 来 李全哲其实他的技术动作里面呢 就是射箭啊撒放啊不是说松手 他其实是向后拉 你等于是到这儿停住了 对 这个手其实向后走 这等于是拉不动了他出去了 而不是在这儿瞬间 哦 他那个力量才能到最大 所以你看一会儿他就刚才那慢动作 看得很清楚 他的手 向后 这个靠位就有点靠后了 好 好 三环还是四环 有一堆堆脚着急了 四环 这是 洞出城 你看看这个 哦 哦 这个动作其实相对标准一些 但他的靠位就是一直 就是你把这个 弦拉到鼻子正好 对 就不用再拉了 拉到鼻子正好 现在是4比7 你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动作 就是你把这个弦拉到鼻子正好 哦 哦 还不错 还不错 他是不是在线上还是在 如果剑走在那个环数的最边缘 那怎么算呢 正重到的边缘线上 就是我 在线上 在线上吗 那应该是OK的 算 算近了一环还是远的 算近了一环 对 哦 这一件很好 董思诚 七环 很平衡啊 十二点十四 现在水母队友领先两分 我们来看下一 下一 下一 这段的 哦 看成全 来看看成全 这一局的发挥怎么样 对 看成全 这也是最近刚刚发了新的一一季 然后有开新的剧应该是 对 你可以看这上一轮看成全的表现是非常的平稳 好 第三件了 哦 哇 还可以的 7 7 那现在是总比分 19 还有一件 他们还有一件 好 他们排出了 赵律斯了 学母队 现在 好 对 哦 哇 哦 哦 非常漂亮 非常地漂亮 这女孩一看成应该是训练人 我也觉得他他的他的 他的 他总共对 受了 受了受了 受了了现在 可以看着他 对 对 压力有点大了 你看发光水母他们的策略上就调整了 他们第二个出场的是女将 是吧 2623 但是没想到啊 赵路斯这么猛 第一件就久完 看他这个动作 在里面靠近靶心 六环 那现在来看是发光水母 29比26领先了硬核松 赵路斯一个人为队伍拿到了14分 赵路斯很强啊 好强啊 这个很强的 来看一下 好 这下来我们看到 冰克星组队这边排出李盈印 以及发光水母队这边是叶曼西斯 赵路斯 李全哲 李全哲 李全哲又上到了 决赛的那个圈 对 我现在比较看好发光水母 比较看好发光水母 比较看好发光水母 我个人感觉李全哲两件下来不会低于15 过去看 淹核松鼠 啊她现在把最后的压力给到一个雨伤 这すごい 之前可能黎莹莹也是在上拳的时候 黎莹的问题就在于 他的右手在拉弓的时候 两个指头其实不应该碰到剑 其实这个手是负责拉弓 其实他那有个小卡的 卡住了剑不会掉的 可以啊 七环 七环 他如果碰到剑 剑很容易脱离了 其实他就有一个小卡段 直接卡在那里 他有一个卡槽 你看他的靠位就非常的准 稳定稳定 李全准八环 李全准八环 现在是总比分37比33水母队领先 即便是最后一剑零打到十环 这个发光水母依旧是有机会获胜 也是 又是相同的问题 其实 他就是问题在于 他把这个剑放在剑台上以后呢 只要稍微一碰 对 他就会掉的 我好像没有来看了 好像有点出错了 他现在有点慌啊 那祭祀老师赶紧去做一些小的调整 对对对 这算是排名队阵上的骑兵滑滑 顶着压力啊 现在又是41比37 只要打到五环就火车 对 女孩子来 不错了 最后的这个 ENDING轮的零非常的厉害了 非常的不错了 现在李全哲就是打到五环就OK 说实话还是给了她一点压力的 我觉得她没问题的 她还是蛮稳的 对对对 你看 哇 漂亮 精彩 大家可以通过慢镜头去看 她最后十万以后她的手是向后的 对 她拉到鼻子那个距离也控制得也不错 对 从动作上来讲呢 李全哲应该是 参加团体赛里面的 我觉得动作高准度最好的 而八方全土队最终成绩是45 所以说 恭喜李全哲 粉丝成绩 所以说混合的射箭的冠军是 发光水母队 对 发光水母队 好 恭喜发光水母 发光水母的意思是 第二轮赵路斯如果打七了 那么最厉害的李全哲去收 没想到超市打得很好 很稳定 对 最后李全哲压力并不大 但没想到 零给李全哲还是有一点压力 是的 没想到她最后 对 张冲搭建有点问题 但是两箭打出的环数 其实还是OK的 还是挺接近的 如果这个前面啊 稍微再好一点的话 决赛很可能也要打到加 加加持 对 加加持 加加持 我们来看这个慢镜头啊 笑起来很甜啊 好 看到动作 好 撒放这一颗 你看他的手 对 就完全就是 一全哲 对 感觉很轻松的 对 好 路斯是获得了我们的混合射箭的冠军 最终的成绩是45分 对不对 怎么样 陈哲的爱情绪怎么样 蛮紧张的 然后 就是很紧张 看到我的时候 我还就喝了好多水 然后看到了我的 队员 然后还有我的 粉丝 然后给我的力量 谢谢你们 对 我也是非常紧张 然后 感谢我有我的队员 我的队员都特别特别棒 然后我也还行 我很开心 谢谢大家 很开心 谢谢队员 谢谢大家 平时有进行射箭的训练吗 除了这次运动会之前训练没有了 好的 刚才的比赛非常棒 期待你们今后的表现 好不好 谢谢